大家好,我是湾区接的阿强 今天我带大家来的佛山市鹿岛湖 鹿岛湖上面有一个项目就是龙江九龙台 这个龙江九龙台就地处于我们的地铁站门口 这个地铁站就是我们的佛山遥线 今年九月份就开通了 现在我就带大家进去我们的小楼部参观一下 将个详细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了,现在我就带大家进来我们的楼本了 我也请到我们一位精英皇席介绍的 你好,你好,阿俊 这位就是我们俊哥给我们介绍这个项目的 好,大家好,我们这边是佛山的龙江九龙台 我这边是项目的主管林启俊 接着我帮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楼本的现状 好,就这边介绍一下我们的区位图 好,好,谢谢 这边 那我这边帮大家介绍一下 好,好的 那这边帮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位置是位于粤港澳大湾区里面的 我们是属于佛山一个中心城区,禅城区这个位置 首先我们现在佛山是重点打造一老三生一个城市发展的 第一个就是一老只是我们祖苗这边 祖苗因为是一个佛山的老城区 现在土地已经开发了 而且这边的交通比较雍仔 我们佛山现在重点打造三个新城 包括千灯湖,佛山新城,以及我们所处的一个潜西新城板块 因为千灯湖已经是佛山的房价天花板 已经去到三到四万元了 另外就是佛山新城这边 因为那边的人气不是很够 和商业就差一点 所以政府重点打造我们的蝎西新城这个位置 蝎西新城,大家可以看到 蝎西新城目前整个板块是非常大的 但是里面最中心的位置就是我们的六岛湖板块 而六岛湖现在是三个新城里面 就是一个价值最大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们这边现在的升值潜力非常大 首先我们的配套是很齐全的 第一,我们是有三条地铁线 包括2号线,4号线和7号线 我们是三地铁交汇的 2号线我们是有个六岛湖站 就在我们小区正楼下20米的位置 我们坐地铁可以半个小时去到广州南站 如果我们在香港来到广州南站 只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可以去到广江九龙台 我们自己的小区这边 即是说在香港过来这里 即是在南站 在香港过来这里大约45分钟 在南站过来这里是30分钟左右 即是大约1个小时 就已经回到家门入了 是的,是的,没错 第二个就是我们这边还有一条4号线 4号线就是会经过我们旁边的六岛湖中站 一直到港口路这个位置 就是三新新城的位置 同时还有第三条是7号线的 7号线就经过我们六岛湖站 和六岛湖中站直达千灯湖的位置 我们的楼本是一个三地铁交汇的位置 所以地理位置来说是非常之有优势 同时第二个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现在无论香港、广州或者深圳来说 如果是带有地铁线的楼本 其实升值是最快的 因为这个地铁线会带通了 这边整个周边环境的一个快速发展 同时第二个就是我们旁边 两百米还有一个六岛广场 一个很大的商业广场来的 目前包括餐饮业 星巴克、麦当劳、肯德基、湯神等等 这些大型的餐饮全部已经开业了 就在对面马路那里 是的 如果我们过去消费 都是两分钟走路就到了 两百两百米而已 就在对面马路 是的 很快的 另外我们旁边还会有一个 禅城区行政服务中心 行政服务中心都在这里 是的 有这个地方在这里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在这里 那个升值的程度就很高了 因为所有办证的东西都在这边 全聚在这里 是的 这里有22个办证部门 我们的工商局、地税局、国税局 都在这边办公的 政府部门 是的 因为我也带过客户来办 就是买楼之后在这里办 而且很方便 另外就是在我们旁边 还有很多个学校 包括幼儿园、小学、初中 甚至高中都有的 比较出名 在我们旁边五十米的位置 就已经有翠崖幼儿园 隔一公里左右 还有比较知名的南庄小学 和佛山九小的 这些学校都是一个知名的学校 在我们整个板块 所以老牌的一个后区 实际上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 都在周边附近 是的 而且我们因为这个板块 是政府很重视的 学校这里 我们都会在未来两年多的时间 会引进一些名牌学校 包括六岛湖小学 这所省一级的学校 从小学到初中 是一所九年一贯制的学校 都是一些比较知名的学校 另外这边还会引入比较美的医院 包括我们现在很知名佛山的士尔医院 是一所三甲医院 士尔带有飞机的停机瓶 以后就算我们塞车的话 都可以坐飞机 直接去到医院这里 即是真的政府重视了 三甲医院在这里 是的 直升机的停机瓶也有 是的 除此之外 因为我们这个板块 是一个环境非常优美的位置 我们这边是一个六岛湖 是有1500帽的水景 如果我们走过去散步 或者过去看看风景 都有很漂亮的湖在这里 其实公园就在家门口 是的 这个家门口只需要700米 走路7分钟左右就可以去到这个湖 湖的中心还会有一个白鹿岛 白鹿是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 白鹿都在这里催生 证明生态环境比较好 是的 这边水质好空气好 是吧 居住氛围非常漂亮的 这边 没错 这个板块同时 我们还会有很多体育中心 一个引进的 我们还会有佛山一个体育中心 就在我们一个东北边的位置 过去大概五分钟左右就可以去到的了 其实真的基本上 十多分钟周边环境 已经解决了很多事情了 嗯 还有康太中心 还有投育中心 也有医疗系统 嗯 还有教育中心 是的 不不有了 而且很重要的是我们这边的产业 人口都很多 举个例子 在我们隔离五十米位置 就有三个总部大楼 包括兴法大厦 东鹏池边 厨尊总部 以及就有那个 占牌大厦总部 都在我们隔离五十米的 这些是一个白岭总部大楼 在我们隔离 同时呢 因为陆岛湖这边 都是一个佛山 一个千年陶瓷古镇 那我们这边 一个陶瓷产业都很发达 那好像呢 就在我们东边 和南边 一公里内范围 有中国陶瓷总部基地 以及池海国际一个商务中心基地 那这个呢 是汇集了超过十万间 一个陶瓷贸易 批发 和销售的一个 产业基地 那我们这个 陶瓷产业的GDP 是占了佛山 百分之四十的GDP 那这边呢 一个产业是很丰富的 同时呢 就这边一个人群 办公 办公人群都去到十万人的了 那换言之 其实他们的需求 那个 居住的环境 是很逼切的了 就是够人气的嘛 是的 就是证明 人气够 道又通了 床又通了 是的 劳东财东 人又多 这边 我又见到 连这个迪卡龙的偷用品都有了 是 那 你说 是 那我们这边呢 其实整个环境都看得到 其实整个配到 是很齐全的 我们无论刚才说到三条地铁 是吧 那接着呢 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购物商场 以及呢 会有行政服务中心 六岛湖 这些这么漂亮的湖和公园 旁边还有些明白学校 三甲医院 这个配套 可以这么说 在整个佛山 已经很少新的新城 可以做到这一只 这么丰富一个 齐全一个配套环境的了 是的 你现在这样说到 大家都知道 贵华路 在佛山是一条非常主要的交通通道 我们一条路已经要搬到过来 是的 除了贵华路 还有我们的轨道交通 也去到门口 是的 是的 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整个配套已经很齐全 而且出行很方便的 就算我们这边呢 去到我们祖庙的一个中心位置 都只需要十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去到祖庙了 那我们去千灯湖 都是十五分钟左右 都去到千灯湖的位置 那我们去广州 我们现在佛山这个位置 去广州 都是半个小时的时间 都完全可以解决到这个问题 是的 嗯 好 那我接下来帮你介绍我们小区的一个沙盘位置 好吗 好 在这边 好的 我看到这里有很多商城 是 因为我们是自己支持一个商场的 怪不知 嗯 我们现在有售楼部位置 在这个位置 售楼部 那我们整个小区呢 是可以占地有百万平方 这个圆圈的位置呢 就是我们龙江九龙台 那么就占地有百万平方 总的建筑面积呢 是有七十万方的 我们是打造地铁上的一个综合体 那么众所周知呢 基本上每一个中心的城区呢 它都会有一个核心的双圈的 当然 而每一个核心的双圈呢 都会有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综合体 而我们龙江九龙台呢 是整个山西新城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综合体项目 那么在我们楼盘呢 一落来二十米就可以去到地跌口 这个呢 就是佛山二号线六岛湖站的 今年九月份就可以通地铁直达我们的广州南站的了 实际上来说 如果买到楼或收到楼已经是开通的了 嗯 就是赚这个时间差已经是足够升值的 是这个升值空间 嗯 那接着呢 我们这边 还会有一个三点六万方的商场 那我们的商场呢 是有三层高的 一楼呢 会有一个轻餐饮 那我们到时呢 喝杯咖啡 嗯 吃个是吧 吃个早餐等等 这些呢 比较方便的餐饮都在一楼会有的 那二楼呢 我们会引进那个天雄百货超市 那是一个大型的购物超市来的 那三楼呢 还会有那个中影 电影城 那我们的商场呢 到时业主很幸福的 那一来呢 就会享受到 喝茶 吃饭 看电影 买衣 和那个 喝咖啡等等的一个 全小区一个方便的生活配套来的 就是餐饮业啊 商业啊 嗯 以及它那个整体的大环境都很漂亮的 是啊是啊 加门口的商场 嗯 那接下来帮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一个公寓的 那我们公寓呢 首先个位置呢 就是大门口在我们这边 大家看到一个大门口 嗯 它是我们龙江一个九十九度 精工打造而成的一个大门 嗯 那我们呢 会有回四栋的公寓 一号楼 二号 三号 以及四号 嗯 总共有四栋楼的我们 那我们小区这里呢 是会有一万方一个小区的中心花园 那我们一号楼呢 是我们现在有一间香港的模型公司 还谈着打算整栋购买的 嗯 嗯 够大 够大 是啊是啊 那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美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这一个四号楼 四号楼呢 就是我们现在一个 佛山一个总部大楼来的 那这两栋楼呢 到时都会引进 除了我们的企业总部呢 还会引进一些月子中心 是吧 就是包括陶瓷上下游产业的 陶瓷上下游产业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现在 现在就有两栋楼 二号楼和三号楼的 那二号楼呢 就是我们现在在售的楼栋 和三号楼 那就会做那只 那只Lof的一个复式产品 它是有 四米半的层高的 买一层呢 就可以送一层 那现在我们的单价 都是大概 九千多元起步的 而且货量不多了 九千多元起步 就可以买到复式了 是的 嗯 不过呢 就货量多 卖完等下期了 是的 卖完等下期了 那我们这个产品呢 它是一层可以有十台电梯的 那你既可以用来办公 又可以用来自用的 都没问题 一层有多少户 那我们一层是有十台电梯 有四十三户的 那相当是一比四一个比例 那都可以的 是的 这个比例都挺好的 那你看到呢 其实我们的公寓 外立面 它是采用那只流线形 一个设计的 那好像那些瀑布 那样 一个流水线 那样流落来 是我们一个龙缸 最顶尖的设计师 设计出来的 有什么寓意呢 是的 寓意即是水生财 是吗 瀑布的水 到时的生意 财源滚滚 一本万利 是的 其实现在水晶体的一座和四座 就是在建中 是的 一座和四座是在建的 那二座和三座就起得差不多了 那交楼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我们交楼时间都是两年多些 嗯 2023年就可以交楼了 2023年现在2021 很快而已 是的很快了 那基本上我们交楼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享受到比较成熟的配套了 嗯 因为呢 我们的地跌口 今年就可以 9月份就可以开通了 那接着呢 就是商场呢 就是 同时间 和我们小区一起交 都是2023年交楼的 所以到时你交楼之后 地铁又开通了 商场又可以买东西 整个周边环境 已经非常之成熟 嗯 所以说 现在买楼 就等到去收楼的时候呢 所有东西都已经配到成熟了 嗯 就是这个时间差点 是 不过有升级空间 是的 这件事很厉害 接着来帮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交通网络 看回这边 那我们这边呢 可以看一下 我们整个佛山 和广州一个 广佛同城一体化的交通网络图来的 那我们现在呢 就在鹿岛湖站这一处的位置 就是我们小区楼下的地跌口 那如果我们在香港过来呢 其实是可以直达 我们那个广州南站的 那南站呢 就可以直达 这条佛山的二号线 去到我们六岛湖站这里 那在南站过去我们小区呢 都是半个小区左右的时间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如果在 在广州南站呢 可以换回 现在的广州三条地跌线 包括广州的二号线 广州的八号线 以及广州的七号线的 可以无缝连接到广州的 包括天河区 广州的月秀 广州的番茹区 等等几个中心城区的 那另外呢 就是我们如果在地跌口这里 再换回这条七号线呢 就可以去回我们千灯湖这个位置 那去千灯湖也很方便的 在我们旁边呢 还有一条四号线 那四号线呢 就有一个六岛湖中站的 都只需要六百米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坐地铁 直达这个港口路这个位置 那出行方面呢 其实已经是非常之便利的了 因为三地铁 一个轨道交通网络 那现在如果你是一条地铁线呢 反而去的地方不多 但是我们是有三条地铁线的 所以无论我们是佛山的祖庙 佛山的千灯湖 或者是广州的中心城区 我们都可以完全无缝连接的 直达几个中心城区 好 那接下来我帮大家去介绍一下 我们一个样板间好吗 我们在二楼会有样板间介绍 好的好的 那辛苦点了 好 这边 谢谢 Hello 我现在帮大家介绍 是我们四十四方的A户型的 那这个可以大家看看图纸 嗯 那里边呢 我们这边是大装修的板房 那我们到时呢 就看到了 我们厨房这边 都是一个交楼会送的 那里边呢 其实大家看到了 我们的空间都是比较开阔的 那我们到时呢 预留了空间 可以放在我们的餐桌 可以我们放沙发 在那里看电视 吃饭都是完全没问题的 一家大小 那到时我们这个阳桌 都是一个彩光非常漂亮的阳桌 那看出外景呢 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对面 那因为我们再转一个头 看回后边 我们整条动线都很漂亮的 我们因为从一开始 进门的位置 就会有煮饭 进来就可以吃饭 和看电视 整条动线是很漂亮的 这条动线 嗯 好 那接着我们如果是累的话 就可以上去二楼去休息 因为二楼 我们这里 会有两间房给大家的 那接着来帮大家介绍 有两间房的 这是我们第一间客房 我们客房的空间 都很开阔的 大家看到 那我们其实这间房 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我们额外 是多做了一个赠送空间的 在这里呢 我们到时呢 是飘了出去 是做一个赠送空间 那我们如果是四季的棉胎皮 或者杂物都可以放在里面 是一个非常之不错的赠送空间 那在我们这个房间的对面呢 还会有另一间主人房 这个位置 那这间房呢 到时呢 我们就算放一些比较大的床 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空间 其实它是可以做到 两米 两米的位置 那到时我们这里 就是一个二楼 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彩光的位置来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了 其实我们两间房是独立分开的 中间是会有一个洗手间 那我们是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一楼是已经有一个卫生间的了 二楼也会有一个 那到时呢 就算我们夜晚呢 都不用说走下去楼下一楼的 那在二楼也有一个卫生间可以使用 是 那现在这里呢 户型都介绍得差不多了 那跟大家说回 现在我们这边的户型呢 其实总价呢 都是大概四十八万左右而已 那就可以做到大概五米左右的回报率 那现在好像我们这只户型 在市场上租出去呢 可以租到两千五元的 那已经是一个相当不错的 一个租金回报的了 那我们去看看另一个版房了 好吗 那我们去看看 那我们这边呢 那我们这边呢 就是一个我们整个展示空间 那我们这边呢 一进来是一个很方正的位置 我们会有餐桌和客厅的位置 都在这个位置 同时我们整个彩缸面都很充足 另外在我们的左边 我们到时有预留比较充足的位置 可以摆放冰箱 当然我们也会有厨房有一个赈送 我们到时都不用买了 到时我们黑白商量帮大家做好 而且我们是有一个单独的独立阳台 到时我们洗衣服 或者是一个晒东西 这边都有独立的位置 同时看回这个位置 其实大家看到 我们是一个很漂亮的 4米半一个中空位 到时买一盏很漂亮的灯 这个位置可以比较优雅 而且空间比较开阔 层高可以去到4米半 而且我们这个位置一上来 都很方便 上面可以做到两间房 这边大家 这边 大家来到二楼 我们看到我们有两间房间 在这边的设置 第一间房 就是我们的主人房的位置 无论我们是摆沙发 还是摆床 都会有一个很充足的空间 而且整个彩缸面很充足 到时这边看外边的风景都很漂亮 另外就是在我们这边 还有一间客房 我们客房到时可以做书桌 或者摆个其他的 有些米半床 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们43方可以做到两间房 而且是两个洗手间的 所以来说我实用率 已经非常之高的了 二楼当然我们 都是有一个干湿分离的一个区域 我们到时这个湿区 就可以放在马桶和洗凉的位置 在外面还会有一个独立的洗手盘 到时洗手或者是一个拆牙 到一个比较方便的位置 大家看看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我们有一个大吊灯的位置 到时对面有一个赠送空间 我们都可以有很多杂物 可以放在里面 增加了我们的空间一个更大的使用率 是 我们这个户型就是 如果买下来 只需要是五十六万左右的总价 可以买到这个两房的一个户型 我们这边就整体来说 租金差不多两千五元左右 就可以一个比较好的租金了 汇报率大概是五个点左右 相信大家对我们的项目 都有比较详细的了解 是的 我刚刚听你这样说 我也自己去巡视了一周 无论是样板房 这或是我们周边的商业设施 以及我们的地铁 将会在二号线 二号线 将会在九月份就已经开通了 亦都在我们的江湖口 那其实呢 这里是很成熟的了 嗯 我也都是 就是 说我本人 我也很喜欢 哦 我们有机会 我也很想来 到时带一些老友 这边住一住 是的 那如果你带朋友过来 享受这里 就会比较成熟的 那好像早上呢 朋友过来喝茶 都有比较美的位置 都可以在这里吃饭 是吗 是的 还可以去麦当努做个便宜的早餐 是便宜的早餐 是的 那然后呢 或者是看护肤品 那一六楼都会有很多的商铺 可以让我们去选择 是的 是的 最重要是晚上 吃完饭之后 想去 是吧 是吧 我们去看一场电影 或者去 去看一看 其他那些 最新潮流的 一个 电子产品 我们楼下商场 都会有的 是的 所以我们的 配套已经很成熟了 是的 刚才林山堂的介绍很仔细了 无论是商业也好 或者是饮食业也好 还是街市 都在我们的楼下 就已经是具备了的了 这样呢 通过我们林山堂的介绍 希望我们的香港朋友 也都熟知一样东西 就是一次性的付款 就可以有几乎五个点的收益 这个呢 就是初步的 大家要更加了解我们 就留意一下我们的联系电话 好了 这期节目就差不多了 辛苦了林山堂 好 辛苦你 下期再见 好 拜拜